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城市乐园 今天 银河奥特曼刚打完怪兽 口好渴啊 他要来买饮料了 他会买到什么好喝的饮料呢 银河奥特曼看了看 选择了面包超人的按钮 哇哦 出来了一个玩具 这是什么玩具呢 他和银河奥特曼长得好像啊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出现了 原来是银河奥特曼的巨大画人偶 那他和软胶不一样 身上是硬的 然后手上还有身上的花纹 都画得好细致啊 但是他的手并不可以转动 银河奥特曼发现买到了自己的玩偶 哈哈 好开心啊 他带着巨大的人偶 开开心心地离开了 银河奥特曼在路上发现了一个崎岖蛋 他说让我来敲敲看 这里面好像是奥特曼的玩具呢 来看一下是什么呢 原来是一个奥特曼的拼装人偶 让我们来把他拼装一下 先把他的脚拼装上 那这是哪一位奥特曼 你们知道吗 然后看一下他的手是什么样的姿势呢 右手是掌的姿势 好像是在做作战的姿势呢 再把奥特曼的头拼装上 哇哦 好酷啊 他的背后还可以装发光器呢 发出的是黄色的光 把盖子盖上 奥特曼的眼睛发出了黄色的光 才是计时器也发出了蓝色的光呢 银河奥特曼发现的这个奥特曼 是粗大奥特曼 诶 银河奥特曼身上的怪兽人偶不见了 哦 不好了 他变成了巨大的雷德王怪兽 雷德王好可怕啊 粗大奥特曼说 这不是雷德王怪兽吗 看我的 让我来收拾你 出的奥特曼用尽全身的力量 把怪兽打倒了 哦 太好了 雷德王终于被打败了 被打败的雷德王 变成了迷你的怪兽化石 哈哈 他再也不能出来作恶了 是银河奥特曼打败怪兽的 把他带在银河奥特曼的脖子上 那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玩具视频 喜欢 记得给我们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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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